休斯顿客家会于12月14号在首东银行二楼社区活动中心举行了2013年会员大会 选举产生了2014年的理事 会中还有台北新闻处夏吉昌处长 乔教中心主任邮政才主持新旧会长交接 由会长邱天昌将会长重任交给新任会长刘志恒 客家会会长邱天昌表示 担任会长期间一直积极努力的为大家服务 我是很荣幸能够为大家效劳做这个服务的工作 那一年来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有价值 因为我交了很多朋友 那个就是我最大的售后 所以我希望到每个我们客家人 不管是不是会讲客家话 都要来参加 大家认识 然后我们知道客家话是那么的优美 然后我们都相亲都联络 互相提系 我想说最重要就是我们 相亲大团结 随后他在会上做了会晤报告 介绍该会今年3月7号的郊游和5月份的健康讲座 以及明年的2月15号 即将要举行的第四届修顺全桥庆祝客家天春日联欢会 邱会长表示 现任后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客家会 并终身服务客家会 我们一天是客家会的会员 那终身都是会员 都是义务职 所以我们都是一不能扯 就是继续向各位相亲 大众服务 会中并选举2014年理事选举 当场投票选出今年的新任理事是 刘志恒 钟张昭 杨宽平 林丽兰 吴助军5人 必由理事推选会长刘志恒 第一副会长杨宽平 第二副会长方海逆 财务是吴建军 还介绍明年的2月15号 周六下午1点半 在乔教中心大礼堂要演出的客家天春日元宵连欢 并特别邀请台湾的资深全能艺人 小黑人以客家闽南国语 现场为大家细说台湾歌谣 我是新任的休斯顿客家会的会长 陈萌 我们是乡亲 推举我 做新任的客家会会长 我们都是一个乡亲联谊 希望大家以后 我们休斯顿的客家人 大家能够在一起 联谊 然后参加各种活动 来参加一起去玩 希望以后 大家乡亲有什么需要 也让我知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